兩人坐在場椅上,男子用手將女子輕輕湧在懷中 女子雙手擺在腿上,露出勉腆笑容 另一張照片,男子依偎在女子身邊,另一手依舊將她緊緊湧住 這一張張看似間諜情深的出遊照片 但其中的深情男子卻被家屬指控 這一切全都是為了謀奪女生的遺產 投訴人說,女兒曾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之後離婚獨居 在交通部任職的她,事後在同單位認識了這位非常照顧她的長官 巧的是,兩人還有共同信仰,在一家道場裡修道 不幸的是,女子在前年罹患乳癌,直到過世,家屬都被蒙在鼓裡 後來因為一張通知書,才發現女兒已經過世 她接到她爸爸的全訓部的通知了 說爸爸還有一部分付信金,要她去領 這個時候才看到寫姐姐的名目,就覺得很奇怪 小女兒查到爸爸的那個財產,就是說總資產,房子加現金 總資產2900萬 這一查之下不得了了 投訴人說,前夫過世後留下近6000萬的遺產,由過世的女兒繼承 但女兒的照護內,卻只剩下現金363元,以及一張百萬支票 投訴人覺得不合理,女兒擔任公務員多年,還繼承父親遺產 光是2016年在板橋買的房子,就價值2280萬 加上股票存款退休金,至少有9000萬 後來在女兒的匯款記錄中,才發現了女兒除了將錢捐助給多家寺廟以外 其中她的誠信長官,也得到了200萬的贈禮 就連女兒住院期間,也陸續匯了670多萬給她 懷疑其他的遺產都是被她搞走的 遺產我氛圍沒有,什麼都沒有,房子沒有,錢沒有 但是這個漏腳的稅,我已經完稅,已經繳上了 但是陳XX極力的,想得的,進入這個百橋的房子吧 大家極力的跟她說好話啊,天安命女啊 就這麼在她有病之後,就過給 過給弄給這個陳XXX 說到這名陳信長官,在女子住院的最後旅程中 隨時在旁,醫院甚至幫他們辦了一場醒世上的婚禮 但向她求證時,她卻全盤否認 至於那場婚禮,陳信長官說,只是大家想把她圓夢讓她走了,沒有遺憾 至於那棟房子,陳信長官說,當初兩人是一起購買,只是借她的名字而已 而死者在住院時,會給她的六百七十萬,她則這樣解釋 兩人到底是什麼關係,現在死無對症,但投訴人拿出女兒的住院單據,僅花費二十多萬,卻給了她六百七十萬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合理,決定提告要替女兒找出真相 她不要喊,還應該死,財產都被人騙光,還不知道,還殖民地認為騙子是好人,要讓她明目嗎? 土瓜中心,台北報道